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德 又是久違的一次 歡樂大亂鬥 那本次的資訊量有一點大 所以各位可以善用下方的時間軸 轉挑自己感興趣的遊戲 第一款 神魔傳說 03遺跡 當時我看到這遊戲的名稱 就讓我想到過去的那款 秘境傳說 神木遺跡 台灣代理是河馬娛樂 是今年5月才成立的公司 非常的新鮮 而公司的負責人還有另外一間公司 任你玩科技 去年有上架過一款消除遊戲 不過大部分的人應該都不知道 商店掛的則是一間港商 天眾網路 不過線索不多 很難繼續追查下去 它究竟是誰的跳板 更加實際在中國的遊戲名 就是各種亂七八糟的名字版天飛 很難確定誰才是正主 所以後續保持觀望 等他們哪天露出雞腳 遊戲甚至找了網紅黑龍 香菱跟藝人王彩華助陣 但我是覺得啦 找什麼樣的神仙 都很難救韭菜 以及很快就會倒的命運 我當時尋懸追查這遊戲很久 就是因為官方他媽的濾鏡美化 給你看到各種二次元畫風 誤導我的判斷 還搞了一個看起來屌炸天人CG 讓我以為是不是什麼大作 但還是透過那一點點的遊戲畫面 找到了答案 也不知道該說是官方有兩隻 還是設施為生呢 遊戲初始畫面 看起來好像還很正常 但已經看到標準的滾服 老觀眾應該就對此心裡有數了 在錄的時候 還有個溫馨提醒 即將開啟 視聽饗宴 那遊戲一定很強的吧 讓我們來看 瞞目的快樂小紅點 熟悉的味道 不變的滋味 廉價的畫面 又讓人彷彿穿越回到十多年前 然後看到這個角色圖鑑 彷彿在談網戀一樣魔幻 跟宣傳圖上的風格 不能說是完全不像 只能說是毫無關係 所以就知道為什麼 當時我找不到這款遊戲了吧 而戰鬥玩法 就是個廉價的放置 加戰力數值的克金換皮遊戲 也跟我今天在2月時候講過的那款 倒數財遊戲 天劍情緣 是差不多的模板化遊戲 當時那款遊戲 宣稱有30萬預約 但還是在上個月 就草草收攤了 所以這款不意外的話 也應該會在工作後 快速步上後程吧 然後這種一眼就是 詐騙練才的遊戲 還貼心教用戶 如何防詐騙 我還真謝你囉 而加上熟悉又豐富的 課金超值套餐 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如果賈薄斯在天之靈 看到這最新的iPhone15 是用來跑這種遊戲 棺材版不知道會不會彈起來啊 你以為的大作 其實是連答辯都不如啊 下一款 天龍八部 榮耀版 台灣的廣告代理商 是老朋友 以亨 實際開發跟營運商為中國的初心互動 母公司為長風互動 遊戲在陸服則是由暢游代理發行 那暢游近期的代表 就是台服前幾天上架的黎明之海 之前有講過就不贅述了 不過兩間公司並沒有直接的隸屬關係 應該是為當初初心互動的創始人 承認之於暢游 所以為單純的業務合作 那遊戲也標配了碧坑指標之一 藝人代言 早來了高捷 王陽明來站台 讓玩家又可以快速過濾 少下載一款電子垃圾 遊戲7月的時候已經在星馬地區上架了 但並沒有造成轟動 官網也是挺冷清的 畢竟它本身已經是個2019年推出的產物 跟其他幻皮MO一樣 很難有什麼競爭力 而且台灣這類產品又是滿地開花 雖然過去買狼打亨三七戶語 在2020年的訪問曾說過 對台灣市場的未來前景很看好 但人家後面也有說到 使用者的獲取門檻也越來越高 而7月時放到如今來看 也逐漸成為現實 所以如果廠商的資本不夠 不能學同行那樣花錢砸垃圾廣告 提高觸及率的話 不只韭菜也嘎不到 哪怕連一點的市場水花 都見不起來就準備收攤了 畢竟用戶被騙個一次 兩次三次 還是會慢慢進化的 想割韭菜的話 手法還是得與時俱進 這個遊戲我實在生不出什麼心情來介紹了 就來廠商們 決決活在自己的榮耀中吧 再來 三屆神之后一 這款也是極各種矛盾於一生的遊戲 順便讓我解答了不少困惑 首先令我矛盾的是 他找了Swag平台的主播合作 但這遊戲實際上 也不是殺十八禁或者成人遊戲吧 兩者的用戶明顯重疊度不高 我實在是猜不透廠商的意圖 難道是看了隔壁找了山上優雅代言 所以學著想用同樣的方式來拉人氣嗎 再來根據官網可以查到 這款遊戲的代理是台灣的 魔方數位資訊服務 之前我也講過 這間母公司實際上是來自中國的魔方網路 但有意思的是 我在商店的廠商相關資訊裡面 卻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老朋友 易亨數位 而又恰恰剛好 在同個Google商店的另一款遊戲 主攻衝衝衝 就是由易亨數位代理 所以這邊可以大膽推測 魔方數位與易亨數位 如果兩者不是碰巧在業務上有往來的話 那其實就是背後都是來自某個公司財團 或者某些公司共用的跳板 這也算是我對易亨數位的進一步了解了 而且在廣告投放上又是熟悉的道出道素材 非常符合這些代理 過往給玩家的優質形象 以及運用各種AI圖 但他卻又宣稱 拒絕AI分制 我是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吐槽你了 要不要看看你官網這些AI圖 先不說這一看就是AI血染的風格 手指都扭曲成這樣了 還說不是AI 以及一看就知道沒去被乾淨的圖 如果真的是找外包守繪美術的話 還需要你自己去摳圖的嗎 再來我們比對一下官網跟實際遊戲人物 現在廠商不知道是不是怕被提前發現都越長越深了 之前別款的形象上 美化歸美化吧 至少服裝上還可以對得上 現在真的除了性別跟職業以外 完全找不到相似之處 我一直從官方公布的戰鬥畫面中 這個小小的角色建模 才確定他們是同款遊戲沒錯 那遊戲也是一如既往的換皮自動MAO 除了在材質進度上有稍微高那麼一點以外 其他就是一模一樣了 有看過我之前做的相關MAO的遊戲就知道 他們除了在宣傳廣告各種花招擺出以外 內容上都是各種複製貼上 所以我對你的評價也只能複製貼上了 再來神寵奇緣 台灣代理是我的複數位 那我在之前影片也解析過了 最近過往代理的不少遊戲 都跟中國的買量大廠 4399關係匪淺 而4399也是上他頻道的老朋友了 雲上陳之歌 爵士仙王 秘境傳說神木遺跡 包括我前幾天PO文聊過 本月官服的核心利希特 都是出自他們旗下 並且跟那些台灣代理合作推出的產品 也大多都是找市面上熱門的遊戲做DJ複製 像之前上架的道友范劍嗎 之前內測目前在預約中的 口袋少女像素大冒險 而這款乙渠說是之前馬賽克英雄的低配 不如說又是劍遠的一款換皮之作 那口袋少女在網站上也有很詳細的介紹了 而且之前也有人內測開箱過 這邊就不多額外介紹了 不過順便提一提那個馬賽克英雄好了 雖然我好像一直把他忘記列到營收榜上 但他命運其實也跟過往那些買浪遊戲差不多 開服之後就一路以30%到40%的跌幅 向下不斷探底 而這其實在過去我也常提到 廠商想爭奪用戶有限的時間 拼命靠買量公式 但實際上又不斷端出這種門檻低又同質化的遊戲 所以相對他只是在同類的市場中競爭 而獲客成本在逐年上升 導致實際利潤是越來越薄 進而陷入砍開發成本 無法提升遊戲品質的惡性循環 所以很多廠商表面上都會說自己賺很多 意圖拉拉投資給股民信心 但實際財報攤出來又都是各種負增長 這議題改天可以出一期聲聊 今天就不多講了 另外同樣在生寵奇緣的商店中 可以看到同代理也推出了一款 跟去年嘎一鋪韭菜的魔禁物語 在風格上極為相似的點點勇者 不過成績嘛也就那樣了 即使當初賺一波的魔禁物語 目前也早已進入產品末期了 之後等周年慶最後收割一波 就工程升退了 那廢話一堆終於要來講神寵奇緣了 目前遊戲的開發商是掛在中國失業網路旗下 過去我也接到過不少款他們家的產品 最知名的就是閃爍之光 還有去年他們發表的新作 長安幻想 而我本來以為長安幻想會在今年也推出 但看起來還是要再緩緩了 而且如果以收割韭菜的角度來看 我也是比較看好這一款 然後我查了一下神寵奇緣 這款遊戲實際上應該是來自2017年 別的廠商所開發 後來才被失業網路拿去在今年改版推出 而遊戲的開展可以看到 他可以選的職業其實意外還蠻多的 不過官網上居然沒有介紹 可見廠商是多麼不重視這款遊戲 遊戲為經典的回額之M&O 也融入過去不少這類網遊的經典元素 不論好的或者壞的 而目前中國在這玩法上最知名的 就是網易旗下的夢幻西遊 即便已經是在2003年推出的PC網遊 仍舊沒有被時代淘汰 營運至今 而在2015年推出手機版以後 就跟王者榮樣一樣 競拼單一的中國市場 就一躍晉升到世界手遊排名前列 所以在營運社交M&O這類遊戲上 網易還是很有一套的 不過這類回合制M&O遊戲 在台灣手遊市場上並不算主流 過去雖然有不少款 靠老IP加持改編推出的正版授權 但也是開服樂一下以後就沒有下文 而且我看廠商目前在推廣這款遊戲上 並不是很積極 不知道是不是在等待的時機 還是真的就只是個電檔的作品 而戰鬥玩法呈現方式 也有點像之前魔快遊戲 在臉那款魔力寶貝新世界 而裡面也融入一款在中國買量市場上 曾經一炮而紅的遊戲 輕盈覺得各種元素在 而在實際的體驗上 除了戰鬥模式的差異化 其他則是完全沒有差別 完全沒有 依舊是非常單純的花錢換體驗 我實在也是找不到什麼值得講的優點了 下一款 凸凸三國M 這間比較妙的是 台灣代理也是剛提到的 魔方數位資訊服務 但Google商店掛的營運商 卻是那熟悉的老朋友 港商天象互動科技 實際上它的母公司 就是中國的天象互動 而順帶一提這間公司 也是持有本質開發商 哈哈油20%的股份 而天象互動在網上循現上去 最大的母公司 就是那間北京愛奇藝 就是你知我知的那間影音平台 那如果在網上看的話 愛奇藝其實就是百度的業務之一 真的是各種層層的關係鏈 然後陸珠遊戲 就是天象互動的子公司 而這些相關歷史 在之前的木色雙城中也有提到過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可以再去回顧 所以按理來說 廠商是可以直接發動 陸珠遊戲這張牌就好 畢竟他們在台灣 已經建立了良好穩定的收割線 或許是這間廠商最近數錢太忙 有下一步計劃 還是為了扶持更多的廣告下限 拓展流量影響力 這就不得而知了 那既然是愛奇藝的話 那這款遊戲 應該也會找不少網紅來推廣 相信各位在外地上之後也會看到各種業配之力 就祝各位眼睛幸福吧 而這款遊戲的前身 為同公司開發的自走三國 不過也已經早早收攤了 而基於前作 把美術跟課金系統強化以後 就有了本次的作品 遊戲美術在本次的系列看下來中 其實我覺得還算是有心的啦 還蠻像以前在國高中那個國文課本裡面 會看到的那些插畫人物 不過在人物設計上依舊比較樸實保守 也沒有什麼深色元素 風格化不夠明顯 所以他注定是比較難吸引大部分玩家的 然後我看了一下養成點 又有個萬惡的碎片機制 所以勸退要素直接加一 而在戰鬥玩法上的呈現 相比美術來講就顯得比較廉價了 很像那種在實定上 能力有限的小型開發團隊的作品 簡單來說遊戲就是個類放置遊戲 然後帶有自走起的元素 每次推開以後就可以招募角色來輔助通關 招募的角色就是從你的角色池中隨機出卡 並且還可以重複招募 通過合成升階上去 有點像以前一款放置遊戲的玩法 不過一時間想不起來那款叫什麼 玩法上可能會比單純的堆住職的放置遊戲 略為增加一點策略上的安排 不過就是初期勉強可行 後面早晚還是會遇到素質卡關的地方 就看你是要收菜慢慢推 或者靠強客突圍了 而遊戲中還有其他經營家家園要素 比起在PVP的對戰方面 前期的玩起來是比較重PVE為主 而遊戲的課金點乍看起來 比起今天介紹的其他款來說 稍微保守那一點 但聽說後面會解鎖更多的課金點 不過我是玩不到那時候了 而且比較基礎的月卡部分 並不是提供單純的抽卡或者養成資源 而是會直接影響PVE的推觀體驗 而且他還融入了廣告系統 你不想看的話就是只能靠課金解鎖了 雖然玩法上還算有點創意 但你僅憑這些就要玩家為愛付費的話 是遠遠不夠的 這地的感覺上並不算真的是達變類的手遊 但畢竟你背後那些營運商跟代理商 幹過的髒事可太多了 我還是只好把你歸類到本系列了 可別怨我 但順便講一下同為愛奇藝代理的另一款遊戲 三界幻想啟示錄 遊戲目前也在預約中 而名字聽上去是不是覺得好像很耳熟 沒錯 他實際上就是想學三國字幻想大陸 從遊戲的美術構圖 背景留白的風格 還有這個LOGO字體的設計 是不是單純借鑒就留給各位細品了 不過他們也只敢在海外這樣搞 不然就準備被大陸玩家延上了 偶爾想到上一款的防品是幻想名將傳 目前在台灣的表現也是足月下滑 雖然比起後開路符號上不少 但也是進入產品末期了 雖然這年頭搞超級幻皮是屢堅不先 但這些廠商總是只會學得三分項 其他方面能省則省 能拖則拖 無止境的罐頭回覆 問題回報中 反倒在複製商業模式上 不只到位甚至超越 遊戲回路符的春秋風神 改編至愛奇藝於2021年出品的3D動畫 目前遊戲在B站的建議方面是已經放棄治療了 只剩下TAB還勉強狗活著 而雖然遊戲融入了探索要素 但整體玩起來 反倒不如光系捷雨給我的驚喜感 那因為是改編至3D動畫 所以會出現一些不自然的過場片段 我猜他們是直接拿原片當素材來用 你們該不會也是想學日本搞跨媒體計劃吧 但這融合起來的感覺真的很割裂 而人物美術方面放到2023年的如今 只能說是中規中矩算不上多頂 而且又明顯是想借鑒別人 那我剛剛提到的探索內容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雞肋 形同虛色 對探索內容的設計很流於表面 大部分的操作 使用遊戲中的自動巡入是比較方便的 還不如做成常見的推觀模式就好 有時候覺得廠商是不是搞錯探索的意義了 這元素是因為遊戲需要才開發出來 並且是又來提升玩家體驗的 不該只是為做而做 不斷給自己上buff 說自己遊戲哪裡哪裡不同 做了哪些努力 到頭來全都是文字遊戲 毫無區別 戰鬥方面可自動可手控 倍速解鎖沒有奇怪的條件限制 這方面設計還算可以 沒有故意搞玩家心態 不過戰鬥音效方面居然會破音 這個廉價感就上來了 外加戰鬥特效表現非常的一般 所以放置遊戲來講真的太過平庸了 甚至沒有別人幾年前的作品來得好 要劇情沒劇情要體驗沒體驗 要射又沒射 難怪連中國玩家都不買單了 還是快點開服然後迎接死亡吧 結論 花開花落終有時 換別達變無窮勁 其實還有蠻多款想盤點的 像是網易開發 由愛肯娛樂代理的望川風華路 戰雙代理章 迪諾遊戲推出的獵龍聯盟 Netmarble於2017年代理 然後三年後關門大集的天命6 最近又繪圖轉身換個代理重新上架的D6 命運6騎士 讓玩家顯文暗的時間 真的是遠遠趕不及這些廠商出產的速度 所以我只能選擇性放棄了 那希望各位不管看得一不一快 得好多方比較查證代理的好習慣 賺錢不易勝選遊戲 互當韭菜為人價一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